二十五合 对吗 这只有一层嘛 二十五合 一举获获诈骗集团据典 一一清点所有证物 全部查扣带回侦办 贺子力满是千元大钞 确认金额无误后 一并带回 因为这些全是不孝分子 走旁门左道转来的 甚至还把水房 藏身在私人宫庙里 实际存在现场 只见透天错大门绳锁 上面却挂着一块匾额 因为里头庙宫斜杠当行诈骗集团 平凡相约行徒朋友 除有聚会取得信任 在家后斗手簿一起来洗钱 物质挂羊头卖狗肉嫌犯犯 手法还相当细腻 故意在联署买卖房屋社团 寻找下手目标 嫌犯先假装成买家 取得对方联系方式后 借机洗脑邀请对方 砸钱投资 被害人陆续汇出一千六百万 却无法顺利出金 这才惊绝遭诈骗 更夸张的是 妙宫一家人 几乎全都涉案其中 大批园警进到宫庙里搜索 身桌上摆满了各式神佛 师兄上网打出改运广告 实际上根本是诈骗 这间泰国庙就藏身在民宅内 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私人神坛 有些甚至没挂扁额 拜拜还得爬楼梯上二楼 家庙因为不用登记 没有单位监督 常变成诈骗集团 锁定热点 日前曾有名自称改运老师的女子 以股票投资赚钱为由 吸引不少信众购买平安福 不只能求财运求好运甚至 疫情期间还打出防疫服招牌 信徒往往取信能消灾解恶 事实上 类似的手法层出不穷 还有民众控诉 这些私人神坛会上网寻找目标 推销商品 不买单居然还被言语诅咒 新美市的宫苗和神坛 总共有3438间 但其中2500间的神坛 没有取得合法登记 也就是七成以上的私人家庙没人管 近两年市府加强辅导 就怕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家庙 沦为有心人士犯罪的温床